好的 主播我們可以看到現場 白色轎轍四輪朝天 車窗玻璃碎裂 車頭凹毀半斤外露 零件三落一地 路燈也被強打撞擊力道撞斷 救護車緊急趕到進行搶救 帶您一起來看看現場情況 看你現在有沒有受傷 有 還好啦 脖子有沒有撞到 他簡單勒狠這樣而已 你要記著給他看一下 看一下嗎 我拿個眼鏡在車上 不然都看不見事太深 看不到東西 男子情傷一時清楚 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這起車禍發生在彰化消防局旁邊的 中央路橋橋頭 清晨六點多 四十歲零星男子 駕駛白色轎車要去上班路上 疑似因為慌生精神不濟 沒抓穩方向盤 才會不慎撞本路燈當場翻車 幸好第一時間他一時清醒自行脫困 不過那個時候正值上班上課 時間造成現場腳痛大亂 他出手也加強警力輸散車潮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 先將時間鏡頭交換棚內